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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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讓我們投資一起變達人 我是游婷皓 歡迎今天我們的魚潭來賓 蕭光澤總經分析師來我們現場 每次我們請蕭老師來到我們現場 都是針對整個宏觀的局勢 在錄影的本週是聯準會2月2號 FONC會議的召開 尤其這一次的利率決策會議 特別重要因為接下來 3月份和5月份是當時 聯準會整條升息路徑的 最後兩次升息 但是有沒有可能出現變數呢 或者說我們看到短期股市 有如此顯著的拉抬 那會不會導致聯準會必須 要釋放一些鷹派色彩 來嘗試著打壓當前的 樂觀情緒呢都值得大家 來多做一些留意囉 所以我們今天從宏觀到圍觀 從聯準會的FONC 到過去兩週包括本週 蘋果亞馬遜等等 重量級的財報也會公布 從宏觀面線來聊一下 美國的經濟形勢 到底現在的反彈 它是在談什麼 它是在談市場的利率轉向 還是在談基本面沒這麼壞呢 再從宏觀到圍觀來聊一下 台北股市 很多人都說 今年台股是一個先蹲後跳的行情 不過我問了大多數人 每個人都這樣講 那我稍微就有一點害怕了 因為如果大家都覺得會先蹲後跳 那是不是已經有一個 預先的股價的提前反應了呢 台積電 在昨天我們看到 外資大買700億之後 這個股價拉升速度很快 有沒有機會在今年重返600呢 待會兒都來跟蕭老師來做一些理解 我們先從最短期內的角度來看好了 因為過去兩週封關期間 美股市財報週 結果財報出來 你要說好也沒多好 因為都在財源嘛 但是你要說壞 就是差不多想像中的壞而已 但這一段時間美國股市卻大漲 我們要如何去理解財報面對於股價的影響 還是說您認為 現在財報對於投資人來講 不是特別重要 投資人就是一面全面性的樂觀看多 我想在這個一月份的一個過程 大部分整個行情是在往上 它顯示出一個應該是一波 這個股市修正完畢結束之後的一個 比較反彈的一個情緒 簡單的反彈的情緒 所以當這個一月份所謂的元月行情 我們看到市場走向 它是比較投機的 那既然市場有這樣的投機氛圍的一個狀況之下 當企業在公告財報和公告的展望 雖然是不好的 但是大家會不理它 那好的大家會比較 也比較踴躍的去做一個 搶這個上漲的一個狀況 它主要是在情緒上 那就是等於是牛市的時候 所有消息都是利多 熊市的時候大家都把它當成利空 只是說現在市場情緒是好的 所以反而就是挑選那些 感覺對它有利的財報 對因為在如果說行情的情緒 這個市場大部分的情緒比較差的時候 大家我們想想我們交易者會這樣 當這個整個市場份量比較差 你看到利空你會怕 對 我想要去賣你不怕 看到利多你也會不敢去買 但現在呢最近這兩三個月 因為行情在一個比較 屬於多方的一個市場 大家情緒就比較樂觀 你看到利空你不會怕 看到利多會刺激到你想要去 去搶價去買進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意願 而且在一月份它這個氛圍就很明顯 所以我們看在我們封關期間 美國公佈的財報有利多的是特斯拉 特斯拉它的反彈幅度就很大 但這個特斯拉其實它的利多怎麼講 它是屬於這個降價促銷所創造出來的利多 其實對於它未來的展望來講也不見得是好 但是市場的買單就是這樣 我們看到它的這個所謂的營收跟獲利比預期高 那就衝進去嘛 另外的話就是艾斯莫爾 艾斯莫爾的一個這個財報數據 也比市場預期的好一點 好一點呢這個既然有利多 又處在一個多方的氛圍 就會造成那股價比較多人去做追買的動作 但在這個期間其實有八成公告出來的財報是比較不好的 展望也是比較不好的 例如說像這個德宜啦 微軟啦 波音啦 水安啦 還有這個Google 都幾乎都是 財報是比較不理想 但是他們公告財報的時候呢 它股價也沒有跌 反而是一個開低走高 這反應的就是一個市場情緒 例如說像英特爾 英特爾第四季的一個獲利 以及未來展望也都不好 但是卻不反應利空 但我們要去留意的是 因為整個一月份市場的氛圍是這樣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去保證 市場的氛圍會一直這樣嗎 萬一這一波的所謂的投機的行情 來到了一個高點了 大家開始有一些比較大戶啦 因為散戶是沒有辦法阻擋行情 好像這些投資機構啦 好像這些大戶啦 當行情已經拉了一大波 但是我們接下來面對的是 可能沒有如市場預期的那麼好 我們如果說從經濟面來看啦 美國在去年第四季已經全面大財 就代表以及現在大家對於今年展望來看啦 八成都是比較看壞的 比較看壞 那接下來面對到的就是 我們的營收要往下掉了 貨利要往下掉 那股市也已經反彈這麼一大段 股價也已經拉到這麼高了 會不會有這些從低檔引導起來 這個大戶呢 獲利弧度也大了 面對到未來不好的狀況 開始逢高去獲利了結 當他們開始逢高去獲利了結 就會造成這一波的所謂的投機的漲勢 就告一段落開始反轉嘛 反轉大家情緒就會變 情緒一變啦 如果說我們看這個禮拜 接下來這週跟下週 有更多的美國企業要開始去公告 例如說我們比較熟悉的像惠普啦 像超微啦 像這個臉書Meta嘛 像這個高通啦 還有像這個蘋果亞馬遜等等 都是在這週到下週要持續公告 它的財報跟對接下來的展望嘛 那如果說大家在1月份 這個上個禮拜之前 1月底之前 這個很樂觀 如果說接下來 那行情開始慢慢往下掉了 當你在面對到這一些利空的時候 你的感覺就會不一樣了 可能就不會再出現利空不跌 也不會再出現利多往上漲 因為市場的情緒 一旦開始出現轉變 利空就會開始去反應利空的一個狀況 利多可能不會去反應的 我想這個都是市場情緒 它就有這樣的一個狀況會出來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啊 也就是說短期內我們看到股價在 從10月份以來的彈聲啊 它始終是一種短期的情緒導致的 那實質上呢 股價它最終反應的還是基本面 所以你只要基本面 沒有中長期好轉的跡象看的話 那麼其實短期內我們始終還是把它 視為一個反彈來做看待 對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認知 就是說跌勢它不會一直跌 那跌了一大段之後 總是會有人覺得跌勢 可以去做一個買進 逢林買進做一個強反彈的動作嘛 那漲勢也不會一直漲 所以大家去回想喔 台股在去年10月25號見到波段的最低 然後經過了三個月的上漲 例如說昨天新春開號盤又漲了500多點 來到了幾乎已經漲了3000點上來 那去年從高點到低點大概跌了6000點 好這3000點的上漲嗎 這大家去回想一下 去年10月25號當指數出現低點到今天為止 基本面的狀況有沒有好轉 其實都沒有 而且每一個季度每一個月度的外銷訂單 警氣信號燈都還在下修 都是持續往下落 那包括像這個我們所謂的 經濟的一個狀況 其實它是持續的轉差 持續的轉差 所以既然基本面沒有好轉 經濟的狀況沒有好轉 那這一波的上漲 的一個走勢來看的話 我個人認為它是一個所謂的跌身反彈 所以它等於是 財報沒有想像中來的壞 所以稍微談一下 但中長期它的趨勢仍然是向下的 那就值得觀察囉 因為我們看到 你看最近愛斯莫爾 剛才您提到的 這股價彈升力度也很高啊 對就是因為它有利多 所以最近的一個漲勢就很兇 加上特斯拉也是這樣嘛 但是特斯拉它還有一個部分 它的漲勢主要是 最近我們看到像這個 虛擬貨幣的比特幣 比特幣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比特幣最近的一個走勢 它在一月份 一月份也是大幅的往上去做拉升 對 原本大幅上去就要拉升 但這一段的一個走勢來看 這我個人的看法 它一樣是一個跌身反彈 因為它畢竟從7萬美金 跌到這個1萬6千多美金 那最近可能是這個 之前所謂的 這個交易平台倒閉啦 這種衝擊結束 那最近一月份也出現一波的 大幅的一個反彈行情 那這個反彈行情一旦上來 我們其實原月份的投機的 這個走勢什麼時候結束 我們就從比特幣可以去觀察到 因為它是最直接明顯的投機指標 所以風險資產的話 我們到時候就用比特幣來判斷一下 大規模的資金 會不會有開始輸回的現象 對如果說比特幣現在來看 如果說在昨天來看 它一個人殘黑 已經有一個高位的一個空方吞噬 如果比特幣正式的開始轉動下來 那大概代表今年一月份的這個投機行情 就正式結束 而且這一波量能也不是放得多大 可以從這個指標來做觀察 OK好 那我們大概把整個財報面來做一些理解 始終把它視為一種短期的情緒現象 中長期的現象 您剛才提到的是關於 基本面實質的展望 可是基本面能不能轉好 跟整個總體經濟的大環境是有關的 一個是景氣下行什麼時候結束 另外一個呢 是可以決定景氣下行長度的聯準會來決定 也就是我們所看到 聯準會關心的通膨指標 那就目前為止 這個大多數人都認為 今年肯定是不會發生停滯性通膨 但是通膨的下行力度 會不會比市場想像中來得快 我們最近不管是從十年期公債子利率 還是從美元指數 看不出市場在擔憂這一塊 那市場不擔憂 我們真的不該擔憂嗎 還是說您認為 美元指數和整個美國十年期公債子利率 未來仍然有很大的攀升空間 我個人的看法 大家對於通膨太過樂觀的一個看待 因為過去四十年沒有遇到過通膨的一個狀況 所以市場所有交易者幾乎都沒有遇過 所謂的通膨膨脹 大部分都是一個物價 一個穩定的一個發展 但是去年開始這一波通膨真的來得 像四十年前那種比較高度的一個失控的狀態 那通膨其實 投資朋友你可以自己去感受 你可以感受得到物價開始要比較頻繁往下掉嗎 其實完全都沒有 那這個通膨數據當然從去年下半年它有一波的一個下落 但是我的觀察大概今年這個通膨數據又開始往上 這個增長的力道又開始往上 因為最近隨著大家預期通膨的這個所謂的中國的解封 因為中國是全世界的工廠 大家可能在期待 中國解封之後會不會帶出一個比較高的消費的力度 造成全球經濟景氣再往上走 但是我的看法是比較難 因為現在是網路購物時代嘛 所以在中國在這個所謂的防疫封鎖的一個期間 其實消費力度並沒有下降 那反而是它產出的方面 因為大家的這個風控 產出方面受到壓抑 當它解封之後 它反而會讓它的一個產出達到一個比較高峰的狀態 所以你是說解封反而比不解封還要更容易造成產能過剩 庫存壓力更大 對 因為現在我們市場上就是大家是庫存太高了 不是說這個所謂的這個需求大過於公寄嘛 現在中國解封它會把產能整個拉上來 因為它的產能拉上來 所以我們看到最近不管是黃金白銀 基本基礎原料全部都開始往上大漲一波 那就是預期因為它解封了 所以它的產能要開始拉高 所以對於這些原物料的需求又會開始往上走 另外一方面就是最近可能這段期間 美元的壓力比較大 它不是我們的需求 是工廠的需求 對對對 因為我們看過去這個風控期間 其實中國的消費力道並沒有下降 那個整個需求還是很強 但是現在它一解封反而在產出方面 它會開始做一個拉升 那它反而會創造出就是說 現在這個擴存的問題 可能要解決的時間點會拉厚 因為產出又拉升了嘛 如果說需求沒有跟著快速的大幅拉升的話 那反而它不但沒有造成 經濟開始往上去做推動 反而推動的是通膨 OK 那如果通膨即將發生 因為很快禮拜是FOMC會議就會召開了 我們就做一個短期的預估 假設啦 因為升息一馬大概是市場共識 但是三月和五月都還有利率決策會議 那這一次鮑爾在會後記者會當中 有沒有可能釋放一些鷹派的談話 導致我們看到的美元指數或者美國公債值利率 在短期內有所跳動 而且只要利率一跳動 這個時候對於科技股的沉壓可能就會快速湧現了 所以能不能說這個禮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卡 很有可能本波漲勢的終點在聯總會的利率決策會議召開之後 可能就會結束了 我認為有可能在這兩天就有可能結束 這兩天喔 昨天美股的反轉的型態已經相當明確 尤其是領漲的中國股市 這兩天新中開放盤之後呢 香港股市更明顯就有一個長黑的一個反轉下來 好 那我們剛剛談到就元月份的投機行情 其實你從美元指數也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它一直壓在低檔 在102附近就盤選 好 如果說要反應這個利率的往上調 其實它早該轉強 那為什麼沒有轉強 就是因為投機行情還在嘛 你當美元一轉強上來 那這個投機行情可能大家就會比較開始優利了 就開始留意到風險 但是大概明天晚上 禮拜三晚上禮拜四凌晨FED就要升息了 那這一次升息 我個人的看法不排除升兩碼 不排除 我以為一碼是市場公司 一碼的機率是比較高啦 但是我們所看 你現在還看不到美國一月份的通編數據 但是聯準會可能已經看到了 那如果他已經先看到了 會不會他維持升兩碼 這個不排除 那機率是低一點 升一碼的機率是高的 但他的談話一定是持續緩步升息 持續緩步升息 因為如果說當你看到美國一月份 二月份的通編數據又開始往上走的時候 那大家就會開始對於這個 所謂的FED停止升息 還是說他開始降息的預期就會開始降下來 因為我們看到在12月份的美國CPI的通編數據是6.5% 那如果說FED要升息到這一波 確認可以控制住通編 過去的例子來看 他要把這個利率拉高到實質增利率 所以如果說通編 他可以降到5%之下 那FED就可以停止升息 如果通編來到6.5% 一月份開始又6.87% 如果又往上走呢 那你要去期待他停止升息 那是不可能的 沒錯 因為他的 除非這個通編數據一直往下掉 掉到5%之下 那可能升到5%就可以不升 照您這樣講 那現在美國巡年期公債值利率還在3.5% 他連基準利率都還沒有追上 是不是有點太落後反應了 這個就是市場的期待 市場在期待 接下來FED可能來到4.5%就不再升 會降到3.5% 所以他領先做這樣的反應 如果萬一接下來年準會沒有 沒有如果說這個禮拜升個2碼來到5% OK 那3月份 這個5月份又升1碼1碼來到5.5% 6% 那他遲早要去反應到一個基準利率的狀況 所以我跟大家談的狀況就是說 這個也是一個指標 除了說圓圓行情這個投機的力道什麼時候消失 我們從比特幣可以直接觀察到 另外留意的就是美元 好美元如果說從低檔開始往上走了 可能就代表是比較明確的 資金又開始從比較風險偏向 要慢慢轉向於避險偏向 另外一個領先指標就是在這個 所謂的10年級公債值利率 因為這是市場利率嘛 他如果說他這邊雙體打成 開始往上去反應利率的調升 開始往上走 那相對的美元也就跟著會往上 開始往上走 我們原本以為公債值利率是一個M頭 終於要向下了 結果現在W底感覺又有一點形成的感覺了 那值得觀察了 那如果我們是從利率水平或者從比特幣來做一個領先的觀察指標 那肋骨的輪動也是我好奇的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過去封關期間我的觀察是 納指和費半漲幅都有4%到5%其實蠻強勁的 可是我觀看道琼 他是富報酬喔 就代表著其實這一波美國股市的拉抬 他是有蠻明顯的這種族群輪動 他不是全面性的系統單的拉抬 那你看道琼這一波拉得十分疲憊 納指現在拉得又十分兇 那我們能不能說接下來 道琼又會回到那種傳產價值的 防禦性的保護力道 而納指或者說科技股又有可能下殺 還是說其實這些原油廠商 他終有一天因為需求不振 也會下調他的財車預期 所以很有可能能源股也會補跌 我們要怎麼觀察現在之間輪動的跡象 一直到今年上半年 這我們從美股來看 這一波美股的反彈 主要就是從道琼開始拉升 那之前那科技股是趴在地板上 最近才做普漲 對很普漲 好那在我們封關期間 其實不只封關期間 你看道琼已經兩個月 當他拉升到了去年八月的高點之後 已經兩個月沒有辦法再往上漲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就是說有人從低檔 把道琼這個成分股做起來了 但來到去年八月的位置 他們認為滿足點已經到了 所以他就在這裡持續的逢高 在賣股票 所以他當然就漲不上去 除非現在在賣股票的賣完了 大家還繼續踴躍的再賣 他就可能突破往上走 那當然後續再來做觀察 但是我的觀察 這個應該是一個反彈的格局 所以他會有一個目標點位 如果是一個多頭 當然就是沒有目標 多頭就是資金一直進來 這個股價持續往上 所以他不會有目標點位 但是一旦是反彈行情 他一定是有一個反彈的目標點位 那反彈目標點 當然就是這些製造反彈行情的人去評估 目前的市況 我認為在去年八月的高點附近 應該就是一個滿足點 所以來到這裡就會比較多人在賣 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說道琼來到這裡 就是在這裡盤盤盤盤 盤完之後又往下掉 那可能就是反彈結束 除非他盤完之後再往上走 他再來有可能說 代表的是美股現在已經開始 翻向於多方的一個趨勢 那我們就看 他這裡盤完之後是往下掉還是往上走 好 那達克像這個科技股之前就是盤在低檔 因為這個道琼雖然沒有在漲 但是沒有明確的反轉 那加上元月份的行情 好 元月份的投機行情 其實元月份道琼是沒什麼表現的 那科技股呢就比較有一個表現 因為他們先前比較沒有談到 沒有談到因為市場投機情緒出來嘛 你道琼的成分股已經長成這樣 我這些科技股跌勢這麼慘 也沒有什麼談 那大家就往這個方向來著琢磨 所以他就談起來 好 那納斯達克來看 他離去年8月的高點 他大概就反彈一半的幅度而已 好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就是從台股來講 我們看一下台股 在新中開放盤之後他上來 上來剛好到什麼 剛好到去年8月的高點 那他到去年8月的高點 就是他已經趕上了道琼的一個反彈幅度 接下來那台股要怎麼走 你要跟著納斯達克嗎 如果跟著納斯達克 你應該回一半下來 對不對 應該不能長到這麼高 你長到這麼高 就是已經跟上了道琼的一個漲幅 所以接下來如果說 你要寄望台股再往上走 那除非你看到 道琼突破的整理型態再往上走 還是說這個科技股 也來到了去年8月份的高點 那才有那個立即讓台股繼續往上走 以現在來看 道琼也沒有要突破型態 那納斯達克的反彈到一半 最近這兩天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在持續上場的一道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 台股談到這個位置要稍微小心一點 有可能這範談滿足 等於是說本坡的跳空缺口 其實也沒有太任何實質的防禦性的買盤力道出現 就是情緒的發揮 大家就憋了很久一天這樣子而已 八個假日沒有假日 這段期間看 像美國科技股漲勢還不錯啊 所以就一窩蜂在開新卡這一天衝進來 我們對於股市大概有一個理解 等於是說不管是道琼還是納斯 或者回歸為台股 基本上其實就算道琼積極相對感覺好像價值穿山股不叫抗跌 就算未來景氣不好了 它補跌的可能性也很高 那納斯對於利率的敏感程度也很高 而台股又跟著全球股市走 等於是說接下來台北股市 你看我們今天特別下標 原本以為開紅盤大漲 大家都說今年會先蹲後跳 每家投顧目標價大概都 最高點大概萬六到萬八左右 那今年我們就不談能不能上空萬八了 能不能守住現在萬五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就不禁好奇了 我們就假設用保守一點的心態來預估 你肯定現在就把它視為一個反彈 反彈就是不過前高 那如果再度回撤的話 那會殺到什麼地步呢 我們先從阻跌段或者末跌段的角度來做第一個思考 現在是阻跌已經結束進入末跌 還是還在阻跌段當中 那第二點事情 台股的防禦性的力道到底在什麼樣的區間 您說這個跳空缺口它不算防禦 那是不是就是前頗低點呢 我的看法啦 如果說以整個經濟面的一個走向來看 接下來我們要面對的力空才真正要出來 所以如果說以股市來看 接下來要反映你的經濟的衰退 那我認為前面的低點它不是低點 它就是一個反彈 例如說我剛剛談到的 從去年的高點一直到去年的最低點大概跌了六千點 從低點上來大概已經有三千點了 它已經反彈一半上來 再從趨勢線黏線的一個角度 之前趨勢線往上的時候跌破的時候它會彈起來 慢慢的黏線開始下彎 它彈上去就沒有辦法再往上走 可是這一波有嘗試著去碰黏線呢 有在新中開放那一天有一度突破的年限 但昨天碰到今天就回來了 但是如果說再掉下去就跟那邊一樣 年限往上的時候它掉下去會往上走 現在年限是往下的它上來之後它會往下落 所以如果以年限的角度來到年限之上 它大概就達到了反彈的一個滿足 所以就算空頭要結束 也要等到年限至少有開始爬慢慢上行的時候 現在年限是在加速下落 因為扣底值就是剛好去年最高點 所以年限的一個下落的一個幅度會開始擴大 OK 那問題來了 就是說我們都很清楚 台北股市 首先它從技術形態來看的話 至少你要讓熊市走完 那年限要給它一點時間 那第二點是台北股市最大權值股 台積電的問題 那台積電老實說啦 你看外資目標價 今年很少低於600塊的啦 大概就一兩家 那大概目標都設在600到800之間 我看大部分的分析邏輯 都是用今年的年底EPS 去乘以這個中性本益比 乘個13、14倍這樣子來估算 那台積電我們從兩個角度來思考 一個是從基本面的角度來看 現在是不是一個中長期 相對便宜的時機點 第二點我們從技術角度來思考 現在有做任何的突破嗎 還是說就連台積電這一波 可能下殺的可能性還是會很高 破解的可能性還是很高 2月15號到時候 巴菲特的波克夏就要公布 它的第四季的13F了 你覺得巴菲特會持續的買入嗎 我覺得巴菲特買是有可能 因為它可能已經事先把台積電看成美基電 可能已經把台積電看成美基電 價值投資 對 過去它不買因為台積電是台灣的公司 現在呢 它可能明年 美國那邊的廠就要開始量產了 它可能就把台積電視為美基電了 但是對於我們台灣投資者來講 它不是好事 因為如果說美國那邊開始正式量產 它的毛利率一定會大幅的往下降 一定會大幅的往下降 好 那我們就與台積電的一個股價邏輯來看 現在來到這個位置 它的這個所謂的股息值率大概又2%而已 好 當然現在債券值率是 10年期債券值是3.5%了 但是難保再過一兩個月它可能又到4%之上 好 當然如果說市場利率越走越高 那你台積電值率還是這個樣子 尤其是它法說會也告訴我們 它今年上半年就是要衰退嘛 對 那你接下來每個月看到它的營收 是一直在往下掉的時候 現在股價在這個位置 你認為它還可以再繼續往上漲嗎 這個就是一個相當相當大的一個問題 相當大的問題 好 那基數面來看的話 來到這個位置我是認為 因為殖利不足的問題還是會存在 我們知道現在這個美元定存利率已經到多少 我記得我看美元保單已經有到3.5% 不是的 已經到6%以上 那麼高了 對 美元定存率已經到6%以上 好 那如果說美元定存率6%以上 你買台積電就2% 我是認為這些 不管是外資有錢人來講 你會怎麼選擇 如果大家稍微冷靜思考一下就知道 而且當美國FED的利率越升越高 這個美元定存率還要再往上走 好 那這個我想就是 從這個投資報存率的角度來講 但是台積電最大的隱患就是 當它的所有的高階產能都開始移向美國去生產 後續的利空會很大 會很大 因為它的毛利率跟盈利率的問題 而且是最近這個 台幣升值來講 對於台積電來講 它原本就不是好事 如果說台幣在回扁 對於台積電來講 這個就是比較中長期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是認為台積電來到這個位置 你要希望它在去往上漲 真的機率比較低一點 其實去年台積電營收 如果是從台幣營收 表現亮麗 跟台幣走貶 其實有蠻大相關的 那我們看到近期 台幣其實升值速度很快 那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就是說台幣升值對於外資的系統單來看 肯定是一個正面居多的角度 但對於現在景氣下行週期 對很多外銷產業來看 台幣升值又不利於銷價競爭 所以我們要怎麼思考 從台幣的角度 外資短期內 還有可能有停泊的機會在嗎 我想外資的買賣超 其實跟台幣的走勢是正相關 而且是絕對正相關 最近為什麼外資會開始轉成買超 因為台幣在回升 台幣在升值 好那台幣的升值 來到這個位置30 這個我認為在繼續升的機率很低 我們從基本理論來看 因為美國一直在升息 台灣啦 台灣就一點點意思意思 所以美國跟台灣的利差是一直在擴大 一直在擴大 好接下來這個禮拜 不管它升一碼還是升兩碼 我們可能就一時一時0.5碼 我們都開玩笑 我們的央行叫做斑碼 因為每次都在斑碼 斑碼 是0.5碼 所以它的利差是持續的擴大 好那如果說 因為最近這一段期間是美元表現比較弱勢 美元表現比較弱勢 如果說美元來到102這裡 打完底之後 開始去反應它的利率往上升高 開始再度去轉強的話 台幣就會再回扁 好當台幣如果再回扁的話 那外資對於台股的操作方向又會轉向了 它又開始往賣超的一個方向去走 這個是我想在最近 可能大家會覺得 最近外資真的在翻多了 去年賣那麼多 最近這兩個月買那麼多 這是因為台幣的一個走勢所造成 我個人的看法 美元大概這一次升息過後 它開始翻轉往上的機率就很高 它也開始翻轉往上了 那台幣就會結束這一波的一個回調 這波的回調升值 又開始回到貶值的一個方向 那外資大概操作的方面 就會開始轉向賣超 我覺得最終股價還是反應基本面嘛 那目前不管是從景氣信號燈 還是我們看到外銷訂單 不管11 12月應該都是持續的下行啦 這一波景氣衰退週期 到底要衰退到今年 三季度還是四季度都很難說 尤其是外銷訂單跟台積電的營收的關係性很大 因為台積電佔外銷訂單 大概有三成多的一個比重 那你當這個外銷訂單一直往下掉的時候 它也就是在告訴大家 接下來台積電的營收 大概就是一個衰退的一個趨勢 OK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聊很多啦 從宏觀到微觀啦 雖然我們標題叫做 是不是能夠上公萬八 但是蕭老師的看法是會不會守不住去年的低點都不一定 有可能都會有持續破底的空間在 不過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其實壞消息是不斷的出來 但最終最終那個中心原則就是通膨什麼時候可以消除 一旦通膨可以消除 那基本上牛市始終還是會有歸來的一天 那我們最近不管是從集裝箱指出來管 還是說這個貨運報價來做觀察 其實都有非常顯著下行的區間 但是呢你看到銅價最近拉貨又比較明顯 其實銅價從去年年底就一路漲到現在了 那這種原物料價格的上漲 可能都會是一個大家值得關注的變數 那原油價格最近感覺有點跌不太動的感覺 所以我們最終來做一個判斷好了 就是說今年元月份如果CPI 並沒有如大家預期下滑的來得快的話 那勢必可能還要再一波的緊縮走起 那我們可不可以這麼說啦 就是說這個CPI最壞最壞 什麼時候會結束呢 我們就可以以此來推估至少股價 整個中長期的部件點會在什麼時候出現 我想就是一個標準答案就是 當美國的利率達到實質正利率 好 那個是一個確定通膨可以解決的一個位置點 就是說聯總會的基準利率大於通膨率的時候 對 但現在呢如果說通膨率 我個人的看法一月份會開始又往上增長 它不會再繼續往下掉 如果我們看到一月份的通膨數據又往上增長 就代表在6%以上 所以你要去等到這個FED的基準利率 高於這個所謂的CPI的通膨率的時候 它才能夠確認這個通膨大概已經控制住 那整個拐點至少要到幾月份 我們才能夠有機會看到這樣的跡象 那至少我們可以在這之前 全部都是用保守的態度來看待的 因為照理來說按照基期效果 通膨總有一天也會下去啦 假設不要再做貨幣寬鬆的話 那這個時間點有可能在今年二三季發生嗎 因為你看現在台北股市很多的調研報告券商報告 都認為今年是一個先蹲後跳 按照基期效果通膨慢慢就會淡去 那按照現在銷庫存的速度 一二季大概就會慢慢消完 真的有可能先蹲後跳嗎 還是有可能跟市場想的完全不一樣 我的看法啦 這個通膨真的沒有那麼容易消除啦 沒有那麼容易消除 但慢慢看這個通膨數據接下來的發展 因為最近美元往下落 然後這個所謂的股市往上漲 其實它都是在助長通膨的因子 因為最近聯準會是很用力的想要把通膨壓下來 那市場卻是反著做 本來該一次跌完的現在被你做太久了 市場卻是一直在把股市廣高 然後把美元壓低 它反而都是在助長通膨的一個現象在做一個發展 除非這些現象做一個反向過來 搭配到聯準會持續的升級 那大家全力去做一個通膨的壓抑 但是現在市場的分歧的角度很大 所以沒有那麼容易去救消除 所以長痛還不如短痛呢 那其實看得出來蕭老師在言語當中 已經說明一件事情 如果沒有看到市場上真的在進入那種極度恐慌 而且會擔心通膨的這種景象的話 那基本上整個股市的谷底可能都還沒有到來 一定要讓市場相信要通膨了 這個時候通膨才會有真正消失的一天 那當然到底什麼事會發生呢 我們就必須要針對當前的經濟形勢 來多做一些時間和追蹤了 那如果投資朋友更多的興趣和想法 也可以歡迎各位加入蕭老師的Telegram以及Lineat 裡頭除了有宏觀的訊息 也有微觀上的操作 提供給投資朋友多做一些參考 那就尊助各位兔年行大運 也祝各位兔年數前數到兔 但是這個數前數到兔呢 是因為股價漲了你賺到兔 還是因為股價跌了你空到兔呢 這個就很難說了 所以要時常關注一下蕭老師的Telegram 當中所聊到的總體經濟訊息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一期台股達人秀再相見 感謝蕭老師 感謝各位新年快樂